和帛琉之间的旅游泡泡还没有重新启动 现在先传出了帛琉开放给来自中国 香港还有澳门的旅客入境 这代表台博之间旅游泡泡要卡关了吗 帛琉总统接受台湾媒体的专访坦言 还是很期待台湾人赶快来 外交部则回应说会持续的 与指挥中心交通部还有业界商议中 帛琉总统会数人三月底才亲自来台宣传 台博旅游泡泡独厚台湾旅客非帛琉 回国也放宽才五加九天自主管理 没想到国内参团人数不如预期 帛琉改向中国游客招手 7月22号帛琉政府签署行政命令 准许从中港澳出发的旅客入境帛琉 外界担心这是否意味台博旅游泡泡重启卡关 不过帛琉总统会数人接受台湾媒体捐访 强调还是期盼台人赶快来 甚至拿出交身和莫德纳疫苗宣传 游客在机场和饭店就能打 但这下不就变相成了指挥中心禁止的疫苗团吗 帛琉总统会数人非常期望台博两国尽快重启观光旅游的方案 外交部也一直与博方维持紧密的沟通联系 持续与指挥中心交通部等机关以及业界联系商议 希望能够回应帛琉会数人总统的期待 重启台博旅游泡泡 外交部也同意努力促成中 旅行社业者更是举双手赞全 国内疫情逐渐稳定台博泡泡能否再成行 现在就看中央如何决定 记者家军全朝天